山林部落故事行销课程是东大师范学院开设山海油气跨领域课程模组 继去年课程主题沿着泰玛里西上硕探查旧部落遗址之后 今年课程设计将持续关注嘉兰山林议题 台东大学USR台东Y计划 山林部落故事行销课程是东大师范学院开设山海油气跨领域课程模组 继去年课程主题沿着泰玛里西上硕探查旧部落遗址后 今年课程设计将持续关注嘉兰山林议题 主题定为我们与山林的距离 像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教我们去生活 因为其实现代人就是不太会跟上有机会用木头去生活 所以他教我们在野外假如说真的需要生活 我们木头应该怎么去堆叠 怎么去起火 这部分就蛮深刻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比较喜欢的是高空探索的部分 因为他让我们体验高空探索都是团队互助合作的项目 那就会发现就是在高空上 从下面看就觉得很高了 但上去之后会发现更高 那个恐惧感真的是蛮大的 那在跟你的队友互助之下 我们可能像通过堵木桥要交换 就会发现在上面互相信任跟配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跨日授课讲师除了由文修系 树莓系以及体育系 三系各领域的专业师子来授课 另外也聘请了林业试验所 泰玛里研究中心 以及嘉兰在地族人一同进行授课 希望能够带领学生以不同角度认识山林 并将本次课程主题定为我们与山林的距离 GHR5总和报道